公站1月19日收市廣播 今天恒生指数又继续反复换局 收市升了15点 报24,128点 成交方面1,149亿 上升的股份有八百多只 下跌也有八百多只 今天大市很淡增持 成交又未见有一个太大的增长 或者是减少 但是千松一亿的成交 其实对市场就没什么积极作用 加上了 昨天市传就是 美国有机会调查阿里巴巴的云业务 所以来说阿里巴巴的估计有数次受压 但是跌幅不多 跌了1%多少少 报了124.2 年代其他新经济股 都是受类 这个纳指的下跌 因为这个美国十年的债息 都是上升 新经济股的高估值 但是现在的股份来说 暂时都是 未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相对来说 因为去年跌了很多 暂时来说 都是华行当中 做得比较好的板块 今天就是内房股 内房股 个别近来都强 比如中海外 今天再升到5% 109华英之地 升到3.8% 今天来说 破了早前的高位 可以继续看好 其他的股份方面来说 普通内房也是上升的 物馆今天也是普遍反弹 迫伏来说 升了8% 维万象升了7% 就是2669 中海物业 今天升了3.7% 武器就是中海外 中海外近来的股价这么强 都是推动到中海物业的走势 除此之外 其他的传统类的股份来说 普遍都做好 首先说基建三宝 中国中铁390升2.6% 一中交建升2.4% 一中铁建升2.57% 基建离不开水泥和一些相关的企业 914海螺升4% 3323 中变财今天升5% 1313 环水泥也升4% 水泥股 基建也是可以拉动到 其他的传统能源股 近来也不错 油价近来也是偏强 中石油 升1% 中海油升差接近1% 中石化也是升1% 连同煤炭股也强 神华破了顶 升3.4% 另一种有机会蕴酿破顶的就是燃煤 升4% 早前阻力位大概18元 今天收17.42 明天有没有机会向上突破 相对落后 中煤能源1898 今天来说没有升跌 近来很明显 传统股的走势 跑完新经济股 先是内银和国际银行股 本地银行股 回控银生那类 接下来就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股 水泥 基建 石油 或者电信 这类股份 跑完新经济股 很明显在本年初资金的风险取向来说 是忠诚这类股份 在加息之前 我相信这个情况仍然会持续的 所以来说 升级经济股 暂时都可以不需要 应该未必有太大的趋发劑 反而传统股继续成为市场的焦点 这方面 投资者不可不留意 今天的收市分息暂时是这么多